我们跑步过时间就从容面对 德尼罗的演技和安妮海斯威的美貌 为这个乌托王式的电影点亮了每个瞬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反映了社会面的几个现实问题 一是老龄化的就业问题 二是女性创业者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的问题 三是婚姻中一方出轨后是否选择原谅的问题 完美人设的本在七十岁的时候找到了新的工作 和老板成为了自由甚至是人生的导师 也找到了爱人 还和公司的几个年轻人也成为了朋友 这步伐是让人觉得完美的晚年生活 电影太过于浪漫完美 甚至完美中的错误最后都被纠正过来 比电影中的奋斗的情节更让人伤感 这种完美的结局仿佛是在看上个世纪的温情电影 如今来看反而让人觉得遗憾 我曾想我在七十岁的时候 还能不能找到如此暴容的公司 每天带着仪式感去上班 学习新的技能 带着老人的智慧 处理工作上所发生的问题 我曾想如果创业导致夫妻关系错位的 其中一方出轨 那么我们的理想生活中 这段不完美的插曲存在的意义 会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的紧密 其实这两种不同人身上的结局往往会走向相反的方向 我们的人生导致换成马克图文这样偶像的可能性 要大于找的本 这种在明明路上指导和关心你 如果这部电影是一味的心灵的鸡汤 那这里也有创业者的苦涩和困难 如果这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乌托邦 他也让你带着希望重逐 看似绑魂的晚年生活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不断地学习 学会不卑不亢的细腻 从容的生活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本是一个七十岁的退休老人 过着单身的退休生活 当他厌倦了这种生活后 他偶然发现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实验项目 他们招老年人做实习牲 经过几轮的面试 他顺利地应聘上岗 成为老板朱莉的助理 像本说的那样 做正确的事永远不会错 本就像他所追求的偶像 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 一直激励着自己 作为一个首旧派的七十岁老人 他来到互联网公司上班 依旧每天西装革履 他在过去四十年的工作中 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精神财富 让他从容地融入了年轻人之中 朱莉是一个创业的职场女性 他有家庭 有事业 创业公司发展迅速 需要新的融资 合伙人建议朱莉找一个CEO 来更好的管理和经营公司 只是让朱莉内心感到煎熬 作为创始人 他一直把公司当作自己的理想 来用心经营 所以还是有些排斥 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 而他却要为这位CEO打工 目前管理的困境 也导致他和丈夫孩子 相处的时间非常软正 本作为朱莉的实习生 朱莉开始时十分抗拒 甚至是有些排斥的情绪 但是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 依旧等他安排工作 有一次 本站在窗边 发现朱莉的司机 在等待他的时候偷偷研究 便下楼警告了司机 今天不能再开车 司机乖乖听话 于是本临时充当了司机 他细心善于观察 让朱莉有很大的压迫感 他要求合伙人把本调理这个职位 本陪同朱莉工作到深夜 朱莉看到本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于心不忍 主动找本来聊天 得知现在的办公楼 尝试本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印刷厂改造而来 朱莉很是吃惊 并帮助本注册了脸书账号 教他如何使用 友谊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之中 不经意地建立起来 本随后被调职 早晨去帮同事买咖啡 已经有些离不开本的朱莉 赶紧去咖啡馆寻找他 并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让本回来继续协助他 随着一系列温馨幽默的情节下 朱莉还是要找一个CEO 接替自己的职务 虽然他内心是抗拒的 但是在家庭和事业之中的取舍 让他也很是彷徨 本看在眼里 欲言又止 本的新生活开展得非常顺利 他认识了公司的理疗师 两个人一见钟情 顺利交往 本偶然地发现了朱莉的丈夫出轨 而此时的朱莉 正忙于和CN的CEO人选商谈 他不忍告诉朱莉这一切 而朱莉在酒店内 却和本吐入心声 他告诉本 他发现了丈夫的出轨 这让他心碎不已 他的丈夫当年为了支持他的创业 而做起了全职丈夫 这令朱莉很是感动 他认为她丈夫是爱他的 只是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 而发展成丈夫出轨的结果 朱莉想要挽回家庭 于是决定聘用这位CEO来管理公司 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而本却觉得朱莉应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理想 做出正确的决定 做出了决定的朱莉 疲惫地回到家中 丈夫问她 是为了家庭吗 她说是的 两个人都痛苦万分 早晨朱莉去找本谈话 她希望在本那里得到建议 不出所料 本是希望朱莉继续管理公司的 因为她认为只有朱莉了解公司 是用心在经营 换了其他人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其实这也是朱莉所期望的 在本的鼓励下 朱莉决定打电话给新任的CEO 告诉她之前的承诺无效 朱莉的丈夫这时也来到公司 和朱莉进行了深刻的交谈 她还是爱着朱莉的 之前犯了错 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希望得到朱莉的原谅 朱莉也爱着她的丈夫 两个人深深相拥 朱莉发现本没有来公司 有些慌张 朱莉说本请假了 她联盟找到本的女朋友 询问了本的去向 她找到了本 她正在打太极拳 本让朱莉放下包 跟着动作比划了起来 全编完 持董椅 女朋友 пред 叶决 犯 好 谢谢观看